我覺得扮演媽媽這個角色 讓我覺得真的是人生一個 非常快樂的事情 真的耶 對 但是當然同時也非常有挑戰 挑戰一定有啊 但是就是說 你最不後悔的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當媽媽 生小孩這整件事情 可是因為現在的人 可能因為工作啊 因為環境 因為家庭 因為什麼等等很多因素 所以都變得越來越晚生小孩 很多的女孩呢 到最後就變成了高齡的媽媽 所以啊 我聽說 好像當高齡的媽媽 不但非常快樂 而且非常累 就承認吧 因為我真的覺得到一個年紀 在決定要生小孩這件事情 其實是想清楚的 對 妳是甘願的要做這件事情 雖然辛苦 沒錯 但是應該也會覺得很值得吧 但我也真的很想聊聊 就是大家到底多晚生啊 我是 然後三十八歲 對 我忘記 忘記你什麼時候生 那個是我女兒十月生的 媽媽記憶力都不太好 那也吃奶 生完之後就立刻更糟糕這樣 就是我三十七歲生了 然後隔了兩個月 我就變三十八歲了 所以我只記得 我是三十八歲的時候 當媽媽的 對我來說 所以你從來沒想過說 要有小孩這件事 有 可是我就是沒有遇到 對的人 對 沒有遇到對的人 那真的沒有遇到對的 不要勉強 因為那個太辛苦了 因為三十七歲之前遇到的人 我就覺得都是髒東西啊 對 你這段故意要留給老公看的對不對 沒有 後來就是 三十七歲遇到的這一個 我就覺得 OK 我愛他 他也愛我對不對 然後他也很想要跟我有小孩 那我就覺得我當然要試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是 一決定在一起之後 然後一試就有了嗎 因為其實很多人到了後面 想要有小孩 是沒有那麼容易生出來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先出去旅行四個月 然後玩夠了 然後我們就說 好 我們回來真的要準備了 然後就開始算那個月事 然後排卵期 就是很努力這樣 然後就一次就中了 很努力就對了 很努力怎麼可能一次 是很努力的一段時間之後 排卵一次就中了 對 對 所以小朋友現在四幾歲 五歲 五歲了 好可愛喔 對啊 她就是一個混血 越來越漂亮 妳有想過 妳會交給外國人這件事嗎 就是洋娃娃 好羨慕喔 好可愛喔 我覺得有耶 我多多少少有耶 因為我尤其是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自己覺得我跟 可能台灣男生來說 他們會覺得我比較 比較洋派 但其實我還好 其實我覺得 跟你聊過這麼多次 妳是滿洋派的 妳可能對自己有點誤解 我們的環境來講 我覺得還不算特別高齡 對 我真的很佩服Vicky 我也不算高齡喔 我跟你講 我是從二十 一直生生生生到快四十 所以從佩服妳啊 很怕了二十年 對 所以才說妳很厲害 確定就是最後一胎了嗎 妳不要亂講話 她生老三的時候 我們都還常常一起出去玩 然後那時候都覺得說 哇 她多帶一個好小的 還跟著我們一起出國 這樣覺得她很辛苦 後來 沒有人要約她 而且美國的朋友還說 妳如果再懷孕 真的我們都要跟妳斷交 很多關係 妳知道嗎 已經變成這樣 那後來老四是不小心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不小心 因為我就是想說 去做一個檢查嘛 婦科的檢查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避孕器要換了 我就跟他說 那我休息一個月好了 先把我下個月再來裝這樣子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那一個月 就沒想到那一個月 這個月妳休息 那時候屈哥沒有休息 就出事了 偏偏屈哥那時候 剛好戲告一段落 每天在家 不是 而且她還覺得不可能 後來她就去巡演了 還帶著一帶三 帶三個孩子 去香港找她 然後等到我老公演出完結束之後 我們隔天還去 迪士尼熱園 晚上我還陪屈哥去酒吧喝酒 但是那幾天我就覺得 我有點怪怪的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可能懷孕了 我老公說不可能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說 那我們回台灣 我們來驗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怪怪的 然後後來我真的就是 回家立馬去藥局 而且我還買了三根 我想說一根不算 兩根也不算 第三根 一定要第三根 對 所以一去廁所 我們家的小孩跟老公 都在外面等我 連小孩都一起見證 大家也很緊張 因為我在想想 他們是期待還是不要 就是不 我不知道他們的表情 是怎樣 因為我家小孩 就非常堅決說 不要媽媽生老三 真的 對 因為我老公 每天吵要老三 所以我小孩就說 媽媽已經不生了 我們家小孩就說 媽媽妳趕快再生一個 沒有 我們家小孩不想要 真的 就是驗完之後 大家在等待那兩條線的時候 我就看區科 已經三條線了 小孩全部都衝過來 他自己走很快 小孩都衝過來 然後老公說 我們就會 全部抱著痛哭 什麼 那哭的點 是喜悅的哭吧 我不知道那哭的點 是開心還是難過你知道 但我的心情是 覺得有點難過 是因為我怎麼又 又來了 對啊 第一方面我覺得 好像來個新的生命 也滿好的感覺 複雜 對 三十七歲的時候結婚 可是我老公就跟我 一致決定說 既然兩個人都有共識要生 也想看能不能在四十歲之前生 我們直接就去做事館 對 我之前 快很準 然後就想要直接 在四十歲之前要有 然後馬上就進入 開始吃藥 打針的這個經歷 然後那個真的是 就是你每天要拿一支短針 扎你自己的肚皮 我就不敢 然後 我就麻煩我先生幫忙 因為我覺得既然是夫妻倆 一起想要小孩的 那先生也要有付出 兩個人才會覺得是 共同在做一件事情 然後就在他幫我扎針 我吃藥之後呢 最辛苦的是取卵 男生取經簡單嘛 他去廁所一下就有 這樣就很暖活了 暖暖包 對啊 我想要 其實取卵 就真的是等同於小手術 你是要麻醉 躺到手術台上去取卵出來的 然後後來我做了第一次 去聽報告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有懷孕的話 會有一個數字出來 醫生就跟你說 你有這個數字 所以我本來說 有了 很開心 第一次就有 但是狀況不好 可是索性不用再等太久 一個月之後就可以再去做 然後第二次再去做 醫生去公佈數字的時候 我有比一般人高兩倍多 然後他就說 這是什麼狀況 然後醫生也不敢跟妳說 是雙胞胎喔 我自己查就說 很有可能是雙胞胎 結果我就很幸運得到雙胞胎 所以一次就把她 兩個自己得到兩個 可是兩個也是加倍辛苦 很辛苦 對 媽媽真的是 同時要照顧兩個 這是龍鳳胎 剛好是龍鳳胎啊 對 很幸運 好棒喔 好棒 就可以公渡了 對 對 一次解決 一次收工 沒錯 是四七卷五十才生的 我女兒現在是八歲 零四個月又六個小時 最好是 最好是 因為 沒錯 我剛剛就算了很久 你剛剛不是在算什麼 你剛剛就說到現在算了 七點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對不對 現在七點六個小時 沒錯 好不好 八歲零四個月六個小時 你會發現 其實都在那個四十幾歲的時候 會生 為什麼 很簡單 男生 男人三十最強 四十最強 五十通常在睡土 六十打包回家煮 七十在家寫遺囑 對不對 真的 男人是這樣子 但女人不一樣的 女人三十如仰 四十如虎 五十蹲地能稀土 六十吃人不吐 對不對 七十半吃吃老虎 你看看 我們有一個幫叫做 掃蟹幫 就是我們有一個掃蟹幫 可以講出來喔 掃螃蟹 騎腳踏車 去掃螃蟹 我 小鐘 沈玉玲 KID什麼 全部都在我們的掃蟹幫裡面 其實我老婆種的時候 她並沒有講 她還跟著我們去騎腳踏車 然後是從三立這裡騎 騎到淡水去喔 再從淡水再騎回來喔 所以都罵了 沒有 完全不說 沒有安胎 對 都沒有講 然後我想說 我們還就是在 她懷孕了那三個月之內 我們還跑到峇里島 長灘島 去玩了一趟 去騎那個腳踏車 又是那種 我就想說她都 她知道但她都沒有跟我講 為什麼 因為到這次她玩回來之後 她告訴我 那表示這個小朋友 就像妳講的 她就是跟著妳了 對 抓得很牢 可是我跟妳一樣 生的時候她不在身邊 你也不在啊 因為我也在工作 所以她在長庚 我在星光 在中山美路的星光 所以我活動一完 我的動作一工作一做 我就對不起 我這次不能跟你們多講話 我就趕快就跑到 醫院去 她那個時候已經順產出來了 所以就OK 那小朋友現在就 很健健康康長大 對啊 小朋友很高的耶 她滿高的 她大概一百三十六公分 五歲 對 她現在才八歲 三年級 所以她比例很好 很像她爸爸 對 而且 媽媽 沒有 妳自己看我女兒的比例 她的腿就是 她是三七身 妳為什麼要逼她 一直要跟你穿新衣裝 對啊 妳們都每套衣服都一樣 穿女裝 而且你看這些爸爸們 有多過分 現在叫他們提供照片 都不帶老婆的來 我有喔 很惡力 有了嗎 妳也有喔 對啊 我是老婆了嗎 明景的話是另當別論 因為妳要一次餵兩隻耶 我覺得因為這幾年 大家都是在推暢 喝母奶比較好嘛 所以不管妳的母奶是足 還是不足 妳都想一滴也想給他們喝 所以我的狀況也是這樣 那妳如果一直這樣子彎著 有幫老婆擠啊 那妳跟自己擠還是不一樣啊 腳步不一樣啊 對... 妳是什麼手法啊 妳不是這樣子耶 妳是怎麼擠 妳不是要擠妳嗎 那擠在看就是沒擠過喔 妳是在玩耍 妳是在擠過來 妳去那個牧場擠的那個 土星牧場 我是真的有幫忙擠過 但是我知道很辛苦 因為它會痛啊 會痛啊 而且妳自己擠的話 妳一定是脖子這樣子玩 對 而且手會痛 手會痛 我覺得是手 那時候是按到擠 沒錯 沒錯 然後即便我已經站在 那個浴室鏡子前面這樣擠喔 然後一輪至少到擠 快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對 好不容易擠出大概一百二 一百五 然後兩個寶寶分著喝 所以我每一次擠都擠得 都快要流淚了 然後有一次我三更半夜 我記得是凌晨兩點那個回合 我在擠的時候 好不容易擠完 但是太困太困了 我就手一揮 我剛剛擠了一整瓶 全部打完 然後其他人全部都在睡覺 然後我自己 我自己在浴室裡面 我就突然流淚了耶 就崩潰了 因為我覺得好不容易 這一輪可以給寶寶喝的 就沒有了 然後因為你擠完了 就沒有辦法再擠 他們這一餐就沒有無奈 我突然就這種悲從中來了 我知道媽媽有一段時間 都會這樣很執著 像我那時候是很執著 我要親胃的這件事情 我不擠出來 不擠出來 我不擠出來 就是要讓他聽到我的心跳 然後讓他自己吸 然後他在那個吸雲的過程當中 什麼刺激他腦部啊什麼的 反正我們就都被這些東西綁架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想說 對 我就是要親胃 所以我每天就是在那邊 這樣子一直胃 然後躺在那邊怎樣很胃 就是一直親胃 然後已經變成我大概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大概只有兩個小時我穿衣服 我就是一直在家裡 都是一種裸露的狀態 後來 難怪你第二胎生的這麼趕 你看母牛會覺得她性感嗎 真的不會好嗎 母牛的樣子有看起來 就是你自己看啊 老公看的 那時候在秘魯的時候很尷尬 你穿什麼衣服 你前面都很容易有兩塊濕濕的 就是一個非常 女生很沒有尊嚴的一段時間 他你真的覺得沒尊嚴 我現在講 我現在這裡有點刺痛 我有點在分泌的感覺 我都想到那個感覺 為什麼老公不在你可以刺痛 沒有 就是有一種 就還記得那個感覺 其實我還滿懷念那個輕微 跟小孩很親密 我覺得我們現場四位 因為像我跟莉菲一樣 都是三十九歲懷孕 四十歲生 其實我們就已經會擔心唐氏症 唐寶寶等等 所以那種 基本上那種三十幾歲 媽媽會做的檢查 我們是一定會做 然後你任何一個關卡 醫生只要提供 有比這個更高的所有項 因為每個項目都是一項一項 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 懷孕的時候 我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沒有去做功課 然後是到了就是 要去做產檢的時候 那婦產科醫生說 你高齡耶 你要不要這個套餐也做 這個什麼都做 然後我就說好都做 可是做完之後 你也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當你在等報告的那段時間 就開始緊張了 你知道自己下自己就會擔心 然後你就會去查 比如說四十歲以上 上生出糖寶寶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就是比硬生生 比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更多 我還更辛苦的是 我是兩胎 所以像試管我也是 不是 像那個扎針 我也是要扎兩次養水 養摩穿次 要穿兩次 真的耶 對 然後所有的檢查 都是付兩倍的費用 所以我先生每次 跟我去產檢的時候 怎麼 我突然覺得 怕等不到孩子結我了 我覺得最擔心的 應該就是潘老師 我後來想想 這些老來得慈的這些 我們圈內也還不少人 對 但是我後來想想 你看我老爸今年九十三歲 他還很OK 對 所以他還是很OK 那如果就算是我女兒四十歲的話 我八九十歲 我基本上我覺得應該還很OK 所以你期許自己 要撐到九十 對 所以我為什麼休息 等一下 等一下 換摩摩摩摩 你的速度要調整喔 畢竟九十 轉速會變比較慢 我要是真的九十還這樣 那真不得了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我現在六十我都可以這樣的話 所以其實我在想說 我一定要讓自己的身體 在一個飽和之內 而且我一定要維持住 不維持真的不行 所以真的內心是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會去想三星這個問題 就是怕沒有辦法牽著他的手 我是一個比較細膩的爸爸 所以我幾乎參與到他 每一個過程 包括他第一口開口叫 爸爸的那一剎那 都是我剛好之間參與到的 可是你擔心你想要牽著 他的手走紅毯之後 你也會想參與他生孩子的那一刻 當然是希望這樣子 但你要撐到一百喔 他可以啦 現在 是不是但我不曉得了 因為醫療這麼發達 然後再來你自己也維持得很好 所以這一定沒有問題的 我是希望這樣 所以這次會讓我覺得比較 會遺憾一點 唯一能夠讓我比較擔心的是 真的我沒有辦法牽著他 走紅毀啦 你剛才講我要哭了啦 你依然要猜他告別式 年紀上面真的是 但是在這個時候 你才會想說 是不是早一點或怎麼樣 可是說真的 如果有那個那一天 帶著他一起去 那個感覺那個 沒有辦法去 我都很難想像 潘老師我覺得你會哭得很慘 肯定啦 我覺得肯定 會很捨不得 一條發給我們耶 我們那個 對啊 結果阿姨 阿姨沒有撐住 竟然會往上 妹妹 我們兩個精靈婆婆 就是一定要出席的 精靈婆婆啊 潘老師恭喜啊 太可愛了 我覺得比較會讓高齡產婦 擔心的就是 當他懷孕之後的前三個月 對 到底在胚胎期的時候 這個孩子啊 是否能夠健康 有心跳 對 然後留得住了 而且可能媽媽 是不是到了比較高齡 才懷孕的時候 自己就已經先害怕 想說我年紀比較大我才懷孕 所以會不會我的身體狀況 沒有辦法很健康很安全的 生完這個小孩 所以心情上 就已經給自己很多的擔心 壓力等等的 這我就有切身經驗了 我太太是 四十一才生 才生的 對 那我們開始想要 讓她懷孕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已經正在三十五六 所以 努力了很多年 努力了很多次 我這有切身的 過來人的痛苦 所以真的就是 所以老師非常能理解 他們的心情 對啊 那你怎麼陪伴呢 然後就是 祈禱啊 然後就是 就是做最好的準備 做最壞的打算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高齡層夫 尤其是在 在工作職場上的一些職業婦女 她們可能本身也有壓力 對 身體平常沒注意 那懷了孕之後 其實我覺得都會比 比較年輕的一些女性 風險稍微來得要高一點 沒錯 對 對 那 失敗過好幾次 那就是陪伴 老師 那你有沒有想要 給他們一點建議 放輕鬆啊 放輕鬆啊 就放不鬆啊 你的表情根本就不輕鬆 那我再來一次 放輕鬆就好了 這個孩子呢 如果真的是屬於你的 他就一定會來到你的身邊 所以 Be happy and don't worry 那如果你真的是擔心的時候 也是OK的 沒關係 擔心一下下就好了 對 比較正常一點啦 不要一直嘗試她的害怕 我覺得 與其去操心她 不如就是積極的去 讓自己比較快樂一點 對 自身 而且如果另外一半的態度 是這樣 就是你擔憂什麼 她都握著你的手 說老婆不要怕 我陪你別擔心 你就會覺得 那這困難都可以過去 我真的覺得年紀越大 就像我剛剛講的 二十幾歲懷孕 三十幾歲懷孕到 快四十歲懷孕的 那個心情 真的會不一樣 就是比較年紀大 又老巢懷 對 就是那個煩的事情 就更多 而且你真的 每個階段都經歷了 真的耶 全面都經歷了 對 好能跟我們分享 不同階段的心境耶 好 再來發一集嗎 連三集都發你 低中高 好 那反正 這些辛苦的過程呢 終究呢 也是帶給我們很多的感動啊 對 其實看著小孩一天天的長大 他們其實每一個小動作 或一些小細節 我常常就已經 就是眼淚都會流下 超容易淚崩的 好容易 所以有沒有可以想像 就是淚先特別發達 淚先變得好發達喔 對 你有沒有很感動的事情 我很常感動 可是也會在她 因為對我 就是那瞬間的好 我會覺得很感動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也會因為 因為那個太瞬間了 她真的要對我好 維持超過十分鐘很難這樣 真的喔 真的 真的 所以後來那一天 一早起來 她就把學校做好的那個 學校就給她做一個 小小的袋子 然後裡面還做了一個 我收到我真的不知道 要拿它怎麼辦 肥皂 妳好可愛啊 妳好可愛對不對 她是洗手 對 可是妳 妳說妳第一次收到 她這個禮物 我也是很開心 因為她還有專門 寫個卡片什麼的 可是收到這個禮物之後 我就覺得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我也不可能把它拿來洗 因為就覺得她第一次 做好的東西 可是呢 她又這樣子 有點爛爛的這樣子 然後擺在那邊 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後面又多這三顆是什麼 我就想說 她應該是材料太多了 還剩下來就多做這三顆 可是妳聞聞看 那我也不知道我要拿來幹嘛 又不能跟她講 她就是一個紀念而已 對 所以就是 這個是雖然我感動 因為那一天呢 她拿過來給我的時候 我當下真的立刻就覺得 這是我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當媽媽 得到一個祝福這樣子 就整個就很開心 但是她又不捨不得洗 其實我覺得妳可以 給她拍個照 然後就把它洗掉 對 像我兒子也有親手 做過蛋糕送給我 那妳又不能說妳捨不得吃 我就拿著拍的照 然後就把它吃掉 妳好勇敢喔 我小孩第一次 做給我的餅乾跟糖果 然後我真是不敢吃 沒有 吃到咬一口就 很好吃 還有他們的卡片 我都是趁他們 就是不注意的時候 默默的偷偷的丟掉 對啊 那很多耶 要堆在那裡 要刷 太多了你知道嗎 對啊 你看 母親節也有 生日也有 然後一大堆 然後有的還做成立體的 真的很定位 然後我就想說 這一些東西 我是不是就拍下來 就已經留存在我的記憶裡 這樣就好 我還會偷偷跟他們說 這個禮物媽媽真的很喜歡 但是因為她 有點多 因為她很大 譬如說要做一個機器人 放在那邊 放很久 看起來已經開始變形了 我說媽媽可能會有一天 把它丟掉 妳會難過嗎 她說 好醜喔 她自己還會這樣 那我們讓明金媽媽先說 好 我的愛兒子 媽媽每天都跟你們說好多話 所以今天突然要寫信給你們 媽媽反而不知道要寫一些什麼 先謝謝你們 手牽著手 選擇來當我跟爸爸的小孩 你們很聰明 很可愛又好乖 是大家眼中的天使寶寶 所以常常在深夜 和爸爸聊天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我們 是最幸運的爸爸媽媽 你們從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就有好多小鳥陪伴著你們 你們出生以後 也會跟著我叫小鳥的名字 叮噹 好像你們都感受得到 要對各種不同的小動物付出愛 叮噹最近剛離開了 你們好像也會感應到 不時地對著叮噹的照片叫叮噹 媽媽爸爸覺得 教導你們愛就是我們給你們最好的禮物 爸爸媽媽也覺得 用心地陪伴你們 看你們成長 陪你們玩耍 跟你們說話 這些是我們送給你們最棒的 最有價值的 奇怪的是前幾天媽媽突然想到 當你們三十歲的時候 我已經七十歲了 不知道我們可以陪伴你們多久 但是我們希望 陪伴你們的每一天 你們都感受到人生的各種美好 在未來的路上得到很多的啟發 過一個充實又快樂的人生 心中永遠擁抱著良善 最後我們希望 永遠我們都有講不完的話 也不要忘了告訴彼此 我愛你 這個是要送給他們 對 我們都希望 我們可以好好的 陪伴我們的小孩很久很久 對啊 對 所以就常常也覺得說 但是小孩總是有一天 他要飛出去啊 他剛剛講到小鳥對不對 他們翅膀魚翼豐厚 他有一天要出去飛翔 那是他的成長 我們還是得放手啊 怎麼樣 我們兩個也上去講一下 我們有沒有記錄一下 很感性嘛 我們兩個 媽啊 甜言來講一下 沒關係啦 柯老師 我們要把這個壓軸 留給我們的柯老師 那我 天啊 這個怎麼講啊 這個天啊 那個情緒不行啊 那老師不用你自己搞笑啦 對啊 有感性的時刻 而且你現在流下的兒淚 我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還是很man 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是在 他四歲的時候 然後我一直放在我的保險箱裡面 我今天下午就把它拿出來了 我拿出來之後呢 我看了一下 因為四年前寫的東西 我大概現在也忘了 我看了一下 我有點嚇到 你當下的感受 對 我有點嚇到 嚇到什麼了 因為我說這封信裡面 我寫說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可能是六十歲的時候 我今年剛好今天六十歲 所以我有點嚇到 對 我坦白講我有點嚇到 Happy birthday 我先把我唸一次給你聽好了 好不好 因為那個時候寫到 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啦啦 爸爸寫這封信的時候 你只有四歲 可是當你完全明白了解 或者看到的時候 爸爸可能已經六十歲了 從你出生 護士把你抱到我手中的 那一刻起 我很清楚地明白 責任 自由 壓力跟睡眠 煩惱 悠閒 將來會是我這輩子 甘之如如意 也是我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對你 謝謝你跟媽媽給了我一個 這麼完美的人生 而你的第一次叫我爸爸的 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心裡 已經是最深的烙印了 也是從那一刻起 爸爸會用生命 陪著你平安健康 快樂地長大 人家說出生是一張子 快樂是一輩子 不管將來你有多強 或者多弱 寶貝 你要記得一句話 你要擁有一個真正愛你的人 有一個知心的朋友 跟一個溫暖的家 其他就算天塌下來 也會有老爸把你扛著 我要你過得開心 我要你好好地被愛 我要你每天過得精彩 我要你每天明白 未來是將來 將來是多麼值得期待 這個時候的你 早已經熟睡在我的身邊了 我會一直守護著你 陪著你 唱著你喜歡的那條歌 每天我都會紅著你睡覺 你都要我唱 你都要我說 我的寶貝 寶貝 給你一個甜甜 讓你整夜都好睡 我的小鬼 小鬼 抖抖你的眉眼 讓你看看這個世界 我的寶貝 你會知道有個人陪 我的寶貝 我的寶貝 讓你知道你最美 永遠愛你的寶貝 那是我聽過最好聽的一首歌 蔡老師這是我看過你最溫柔 最溫暖的時候 聽人說中間有幾度 我也覺得快要唱君歌的感覺 所以有一種就悶又要衝出來 但是就很溫暖 我到現在還是一樣會唱這個歌 他就喜歡聽 當他覺得這個時候 聽到這個時候 他就會覺得放鬆 他很放鬆 他很有安全感就睡著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索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